大家好 由于很多小伙伴想看眼睛类的教程 所以呢我这次就出了一个漫画线稿的眼睛和CG色彩的眼睛 对比下来看看从画法上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先起草个简单的眼睛线条 勾出轮廓线 在对应轮瞳孔的位置把眼睛上眼瞼的位置涂成死黑 眼展向两边的地方渐变成需要虚些 稍微虚些的线过去 睫毛画出根部粗尾部清细的感觉 瞳孔的位置呢用细小的虚线点出轮廓 尽量避免用过时的线条 这里呢我先画出了眼睛内部的结构 然后再流出高光的范围 那么目前呢整个眼睛的线稿就完成了 现在要开始润色细节了 没关系 瞳孔的位置呢涂成最深的感觉 瞳孔的位置呢涂成最深的感觉 刷出光明的效果 细节 统外围呢 在轻轻地画出轻重不同的感觉 整个桶内的渐变是由上往下叠加式的渐变下来的 一层一层少量多次均匀的铺开 这样很利于营造桶内的层次感和深度感 高光呢就任意发挥啦 这里有个小技巧 我喜欢做深深浅浅时与虚不同的高光感 虚一些的高光我会在它还没干透前 用手晕开 眼睛下面做出这样光圈的质感 眼睛上画些大大小小的高光圈 会有种很明朗的感觉 然后漫画感的线高眼睛就完成啦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画CG感的色彩的 彩色的眼睛还是简单起草下 我是用RYR系列的偏程系列上皮肤的颜色 因为眼睛我打算做成紫色系列 所以皮肤橙黄一些会更有对比感 同理呢粉紫色系列的肤色 如果搭配宝石绿色的眼睛会更出彩一些 大家可以参考色轮做一些搭配组合 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然后因为很多小伙伴用的马克比品牌不一样 色号叫法也不同 我这里上的颜色大家可以用视觉参考一下就好了 眼睛下面呢涂一层浅紫色的阴影 然后用最淡的肤色号运开 营造一个眼睛内部的立体感 和线高眼睛的步骤其实结构差不多 上眼睛的位置我用棕色系列做了个渐变的感觉 然后用最淡的紫色号涂满整个头内面积 用稍微深一些的紫色呢勾勾出我想要之后画的结构 其实整个结构跟线高的眼睛其实差不多的 瞳孔的位置呢我做了个深浅渐变的效果 和整个头内的周围渐变是互相呼应的 都是由上到下这样从深到浅这样一个层次变化 也认为收到浅渐变的效果 通常的安寐 对它加热的效果 除非充足的证堂 对它加热的效果 出现的效果 准备 对它降渐出 突然掌渐变的均所 对它和浅渐变的 均所回应 然后呢 在下面留白的地方 涂上一些黄色作为光运的折射的感觉 接下来做一些炫彩的细节 就是加上这种不同颜色的点啊 会很有那种电脑CG的效果 大家可以试一下 最后要上高光啦 和前面同理先勾出高光的范围 然后再做出时和须不同的高光感 像做一些光圈啊 这样那样的感觉会很漂亮 然后在瞳孔黄色光运处 画出星光的那种高光感 好啦 然后CG感的彩色眼睛就完成啦 我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解说 地址就贴在简介里面啦 想要详细学习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把你喜欢的题材和角色告诉我哦 拜拜 拜拜 不记得要画什么料 如果你们有希望我要画的人物或者题材的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对raya 小伙伴 小伙伴 我 谢谢观看